海浪引航高歌,海风轻轻复合,餐厅响起音乐,洒满每个角落,欣赏璀灯火,美酒陶醉心窝,足迹遍布泰国,书写苏梅传说 大家好,我现在在苏梅岛的圣塔拉大酒店 前几期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了上泰集团发展历程的故事 我们知道Santara是上泰集团旗下的豪华酒店品牌 这家酒店叫做Santara Reserve Samway 它于2021年12月开业,是圣塔拉旗下最新最奢华的一家酒店 了解苏梅岛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里曾经是Santara Grand Beach Samway大酒店 它在经历了两年的重新装修之后,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不仅是硬件设施更加时尚与奢华,服务水平也提到了更高的等级 它除了有绝美的景色之外,还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今天我就来带大家打卡这家酒店 进入酒店之后,首先看到的是巨大的圆形洛克区 下车之后便看到头顶上挑高的门楼 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看上去很壮观 我们通过这个挑高的门楼走到大堂,也充满了仪式感 大堂作为整个酒店的门面 装饰材料和家具以浅色调为主 再加上挑高的设计和落地的玻璃幕墙,就使得整个大厅的采光更加的通彻明亮 这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海滩度假酒店的味道 酒店的室内装修是由国际顶尖的设计公司 Avroco来设计的,像曼谷的华尔道夫和瑰丽酒店的室内装饰 都是Avroco的作品 这家圣塔拉租梅大酒店的全部室内设计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酒店大堂设计在二楼 通过这个弧形的楼梯可以到达一楼的花园和海滩 这样的设计让我们站在大堂 就可以直接通过挑高的落地玻璃看到外面的海景 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海上日出 在大厅的最后面是一间叫做The Gin Run的酒吧 每天傍晚时分开始营业 这里有多达三十几种金酒供大家选择 不仅店内的装饰十分漂亮 而且还能看到外面美丽的海景 从大堂的这个颇具设计感的楼梯下来便可到达一楼 这个弧形的楼梯用的白色大理石作为材质 这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值得打卡和拍照的一处景观了 下了楼梯,右手边是叫做The Tourist的主题餐厅 从早到晚不间断供应各种各样的美食 左手边是叫做Act Five的Fight Dining C餐厅 旨在傍晚营业 两家店是互相连接的 因此早晨这两个地方同时供应美味的自助早餐 种类丰富,大家有机会一定亲自来体验 从餐厅出来便是酒店的海滨花园了 中间部分是巨大的绿地和美丽的椰子树 酒店占地一共50多亩 其中和沙滩连接的部分长达260米 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酒店建了大型的海滨花园 仅供住在这里的客人使用 酒店由8栋四层高的建筑 以及三套泳池海景别墅构成 共有客房184套 刚才我所在的大堂就是位于中心的4号楼 其他建筑都位于4号楼的左右两侧 全部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绿地是海滨花园的中心位置 这里可以举办大型的活动 比如结婚典礼 大家可以享受花园和大海的双重美景 在靠近海边的地方 还有一个美丽的亭子 大家在举办活动的时候 可以把这里作为一个美丽的拍照的地点 同时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亭子旁边是酒店的三个泳池之一 这里相对使用的人比较少 也比较私密 主泳池并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海滨花园的另一侧 两个主泳池是紧挨着的 由一条美丽的过道一分为二 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很多人在这里同时玩耍 其中还有儿童游泳的区域以及按摩池 这里还有非常多的躺椅 我们可以坐在泳池边 看着朝阳缓缓升起 而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叫做扑吧 可以在这里点一杯饮品 一边看着美丽的椰子树 一边畅想人生 再往里走是湿地广场 这里是供儿童玩耍的区域 我脚下踩的是塑胶地板 可见酒店的用材是多么的贴心 家长们可以陪着小朋友在这里玩水 尽祥天伦之乐 踩着塑胶地板继续往前走 我身后的这个房子是室内的儿童活动区 这里是适合更加低龄的儿童玩耍的区域 可见酒店为客人考虑的十分周到 从扑吧下来再往前走 就直接到沙滩了 沙滩边还有一家漂亮的餐厅 叫做Salt Society 独特的店内装饰让我们感觉仿佛来到了国外 夜幕降临之后 璀璨的灯光亮起 店内更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看美景 吃美食 喝美酒 在苏美岛度过难忘的快乐时光 最后我们再来看最重要的设施 也就是沙滩了 这里有着宽阔的沙滩 美丽的椰子树 以及碧绿的海水 前面我介绍过 酒店占地50余亩 其中和沙滩连接的部分长达260米 拥有这样自然资源的土地真的太难得了 酒店也因此把8栋楼和3栋别墅都面朝大海而建 海景没有任何的遮挡 不仅所有的房间都是海景房 而且你从任何一栋楼走下来 都可以直接到达海滨花园和沙滩 沙滩是朝东向的 如果正好赶上万里无云的天气 可以看到海上日出 酒店的公共设施到这里我们就参观完毕了 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酒店的房间 这是位于三楼的海景大床房 室内装饰以浅驼色和木色为主 感觉非常的温馨 关于房间 我想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mini bar 上面摆放着金酒 威士忌和福特加 都可以免费喝 而且冰箱里的所有饮料都可以免费喝或者带走 关于洗刷间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洗手的用品 除了洗手液之外 还有两种手部护理产品 淋浴花洒特别大 洗澡就像做Spa 洗头膏 沐浴露 润肤露 还分成了先生用的和女士用的 床头的多功能插座非常方便 灯光控制也在这里 房间里有这么多贴心的设计 而阳台上的景观更加美丽与震撼 在这里怎能不读一本82年的泰国美食精选 接下来我再带大家看两个大户型 第一个户型叫做The Reserve Suite 整个酒店只有一套 它位于酒店大堂的上方 它有着巨大的海景露台 进门之后首先看到的是客厅 它和卧室是相连接的 这样就让整个房间看上去更加宽敞通透明亮 mini bar当然更是免费的了 这里还有专门挂衣服的区域 这个套房虽然只有一张床 但除了大客厅和大卧室之外 还有大浴缸和大洗手间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大露台 在这里几十个人举行派对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大餐桌可供六到八个人同时就餐 还有多个沙发 可以让朋友们在这里看着海景休息 这个带大露台的套房 整个酒店只有一套 一定要提前预定 酒店共有三套别墅 接下来我再带大家看这一套最大的别墅 它叫做The Reserve Ocean Pool Villa 别墅就建在海边 而且可以直接从房间走到沙滩上 它有着巨大的私家泳池 站在泳池边可以同时看到泳池景和海景 泳池边有餐桌和沙发 可以在这里举办一个户外轰趴 房间内部和刚刚我带大家看的 那个大套房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有大客厅 大卧室 大浴缸 以及大洗手间 这套别墅的不同之处 是它有户外的淋浴 这个大别墅适合一个大家庭来使用 私密性比较高 有自己的泳池 从泳池出去便是沙滩了 真的非常方便 当然酒店还有其他的户型 如果你想从自家阳台 直接跳进泳池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户型 希望大家有机会亲自来体验 我们参观酒店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绝美的景色和贴心的服务设施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 关注我 带你看泰国